你们康村人懂不懂法律了啊 我们不懂法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懂法 这叫懂法吗 要不要把检察官也帮走 康村人没那么大坦子 房检察官 求你们还来不及呢 康村的村民想要将准备离开的郝秀平带回村里 还好韩明和吕玲玲跟踪风女子来到车站 双方发生了冲突 还好警方随后赶来 吕玲玲才把郝秀平安带走 并且安顿在了韩明楼下的一个小旅馆 第二天 检察院门口来了一群员 并且还有一辆灵车 原来昨晚刘文精正式死亡 来大家安静一下 我是政法委书记曹东山 何首见 老爷子 我们不是闹事的 我是替我儿子讨公道的 爷子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进去到我那睡 没必要把个灵车堵在大门口吧 四十大 谁者不见 上不了你这么来 两件事 一 我大儿子刘文武 舍命救了全村227 政府给他订了个烈士 没想到我的小儿子刘文精 不争气 给咱们政府抹了黑 所以我要求 取消我们家烈士家属政权 老爷子 您这是干嘛 第二 咱们是法治手 退一万步讲 就算我儿子强奸了 他不该是死罪的 但他被人重死了 那么重死他那个人 该不该是死罪 因为案情发生变化 为了安抚众人的情绪 只能答应肯定会在审理日期一周内完成诉讼 因为儿子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的韩明 又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签了协议的张桂生又准备去北京上访 韩明只能向车站追去 张桂生的女儿也来到了医院 抱起父亲已经撞坏的头盔气不成声 女孩告诉韩明 原来之所以张桂生要坚持去上诉 是女儿一直坚持的事 她写了无数的上诉书 就因为她的母亲当年不停地为了她的父亲而到处上诉 而心力交瘁产生的疾病而去世 女孩也在学校受到各种冷眼相待 上诉只是为了父亲心中那份正义 却没想到却害了自己的父亲 这个灵魂拷问韩明并没有回答 但也让她对之前的同类案件产生了自我质疑 第二天 据调查说有一个叫大勇的村民看到了刀 于是二人开车带着好秀平去工地寻找 好秀平在前面从宿舍找到了施工现场 韩明二人则在后面跟着 但有一个工人看到了好秀平 迅速掏出手机联系了康村主任 而就在这时韩明也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说是好秀平的女儿不见了 你先别急 他也不是淘气孩子 你再找找跑不远 好秀平也找到了大勇 但大勇却一口咬定自己啥也不知道 很显然大勇也被封过口 刚说完封驴子便带人赶到 大勇也吓得慌忙逃离现场 村主任拿出一份文件让好秀平签了 内容是承认他和刘文精是自愿上床的 并不存在强暴那一说 上床只是为了还清债务 你男人杀了我儿子杀人偿命 你想一想你女儿 你们还得过日子 你把她签了 玩我儿子个清白 我保证 你家欠的债 一笔勾销 想到自己的孩子和男人 好秀平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来签了这份文件 但在这时 吕玲玲等人赶到阻止了好秀平 韩明的妻子在这时也打来电话说 找不到好秀平的女儿 需要报警赶紧找 得知这个消息的好秀平立马崩溃 情绪失控的好秀平立马跑到楼顶 无论是吕玲玲还是村主任都不希望好秀平出事 双方都在极力劝阻好秀平赶紧回来 但好秀平认为女儿是被村主任他们绑架了 只要自己死了 自己男人也就能活了 孩子自然也就没事了 孩子自然也就能活了